我们以前在做房产销售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天最主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不断的去看房子 看各种类型的房子 有的房子呢 进去以后就非常的敞亮 采光非常好 然后呢 心情就跟着很好 但有的房子呢 进去了以后 心情就非常的压抑 假如呢 遇到了下雨天 或者是下雪天 天气比较阴暗 那屋里面呢 就一天到晚都得开着灯 非常影响心情 这是什么带来的原因呢 这就是呢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怎么样选楼层带来的一些后果 好的房子呢 采光一定要好 那经常呢 也有人问我 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楼层 那我们这里呢 可能没有答案 因为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还有人说呢 我就忌讳数字 对吧 四楼啊 十四楼啊 十八楼啊 这样呢 有明显数字群结的这些楼层呢 我也不敢买 总觉得呢 心里不舒服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四楼 十四楼 十八楼 这样的房子是可以买的 真正不能买的 或者说我们要远离的 是以下几个楼层 我们在选房子的时候呢 尽量去远离这样的楼层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呢 就是电梯高层的一楼和二楼 注意啊 我这里说的电梯高层是以三十二层的电梯高层为主 不是小高层或者说是十八层的房子 当然小高层和十八层的房子呢 也会遇到一楼二楼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具体来说 为什么高层的一楼我们尽量不要去选呢 我们要知道一点呢 现在开发商为了能够更大的利益化 所以呢 在拿到土地以后就尽可能的去规划楼盘 要多建几栋楼 那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牺牲了采光 牺牲了楼间距 以前呢 这个开发商建房子 两个楼之间呢 还能给你留出五十米的距离 可是现在很多开发商建房子 两个楼之间的距离已经低于五十米 甚至呢 有些电梯高层 两个楼之间呢 只隔三十米 那么你想一想 这个采光有多不好 一般的情况下呢 你买十楼甚至是十五楼以上 才有可能呢 这个采光比较好 那更不要提一楼了 一楼呢 本身就没有采光 那么就会导致到 你在家里面的时候呢 成天都要开着灯 并且呢 还有一点 高层的这个一楼啊 都是平地起的 因为呢 很多开发商会把这个 负一层做成储藏室 负二层做成地下车位 等等等等情况 那这个房子呢 就会比较潮湿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尤其是南方 下雨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墙皮脱落 甚至呢 家里面比较阴冷 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话呢 会常年得这个风湿病 等等等等一些情况 那还有人说 那有些高层的这个一楼 有带这个花园啊 那多好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买的是 多层的一楼带花园 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但是电梯高层的一楼带花园 尽量不要去碰 为什么呢 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是高空抛物的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呢 在城市当中是很容易发生的 那如果呢 你正在院子里面休息 或者说呢 在院子里面 种地 种菜的时候 突然高空抛物出来了 那将非常的危险 还有呢 这个电梯高层的二楼 我们尽量也不要去碰 因为呢 现在有很多靠道边的 这个一楼 都会做成门市 你要想一下 门市房的价格 要远比住宅贵很多 再加上呢 一楼本身就比较阴暗 那还不如呢 给它改造成这个门市房 进行出售 那住在二楼的时候 就遭殃了 这个门市进行出售 你不知道它会做什么 假如呢 它做一些小生意 比如说开超市等等 你还好过一些 但是如果你下面的门市 是做烧烤的 或者说是做五金的 那整天呢 就有噪音污染 以及空气污染 这样的房子呢 可能你住起来 自己很不舒服 可能呢 你想卖的时候 连续呢 降价可能也卖不出去 大家呢 可以去这个房产网站上 去看一看啊 很多地域市场家的房子 都是高层的一楼 或者是二楼 而且呢 挂的时间特别长 基本上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才能够被卖掉 那第二个楼层呢 就是关于顶楼的房子 我们尽量不要去碰 那这个呢 要分开来讲 其实呢 我们的住宅内心有很多 有多层 有这个花园洋房 也就是呢 多层带电梯的 还有呢 11层的小高层 还有呢 这个32层的大高层 还有呢 18层这样的房子 好 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顶楼不要买呢 多层的顶楼 大家都知道 上下楼不方便 而且呢 这个房子呢 年久失修 我们每隔一两年 都需要做一次防水 而且呢 这个是自费的 那么小高层的这种顶楼 为什么不要买呢 因为顶楼呢 很多这个小高层 做的呢 是平底 又或者说呢 是斜顶 那如果呢 是平顶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东冷下热 虽然呢 可以做到南北通透 但是呢 始终你上面的保温 是很差的 尤其是住在北方的朋友 可能这个感觉更深一些 还有呢 一些小高层的顶楼呢 做的是不规范的 因为是斜顶 所以呢 虽然有顶价格 但是呢 楼上的这个利用面积 并不是很大 久而久之呢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电梯高层的顶楼 就更不要买了 往往我们去看 这个收楼处的价格 电梯高层的顶楼 和电梯高层的一楼 卖的是最便宜的 为什么便宜 就是因为他们的缺点 大于优点呢 而且你住那么高 真的就很安全吗 你要考虑到上下班 浪费时间的问题 等等等等情况 所以顶楼的房 还是尽量少买 假如这个房子 是富士的顶楼 而且呢 又有电梯存在 那我倒是建议大家呢 可以去买 多层带电梯的顶楼富士 这样呢 买一套房子 就相当于买了两套房子 而且上下楼很方便 利用力比较大 现在呢 不是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居家办公吗 那这样的话呢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基本上都不耽误 第三类这个楼层呢 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呢 就是20层以上的房子 我们尽量不要去选 为什么我之前在跟大家讲这些房产知识的时候 一直建议大家去买这个多层 11层的小高层和18层的这样的房子呢 因为这样的房子呢 它住起来是比较安全的 你想想 生活当中全是鸡毛散皮的小事 我们每一天一睁眼就要面对呢 柴米油盐 酱醋茶 对吧 每天我们需要上班 那这些房子呢 即使我们住在18层 或者说住在20层左右 我们上下楼是不费劲的 假如呢 我们的电梯坏掉了 又或者说停电了 这样的楼层呢 我们还可以呢 去爬楼 多层和11层的小高层 都没有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这三类房子 他们的得房率是比较高的 高层我们还要考虑到 一个公摊面积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感慨 我花了大价钱 买了电梯高层的 130平方的房子 还没有买多层 90平方的房子 家里面宽敞 就是因为电梯高层的公摊 非常非常大 说到这里呢 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什么呢 还是安全问题 我们知道呢 高层是很容易发生火灾的 而且发生火灾以后 这个危险程度呢 是不可预料的 非常影响我们的财产安全 以及生命安全 而且你要知道一点 高层发生火灾呢 有一个烟囱效益 也就是说呢 一分钟之内 就可以把整个大楼点燃 你想一想 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 你住在那么高的位置 电梯不能用了 而且呢 有的时候 我们走楼梯的话 有些门呢 还是被反锁的 那你想一想 你怎么办 这些呢 都是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角度 去出发 千万呢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觉得呢 这些事情 不会发生到我身上 我们呢 能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 那尽量呢 让自己和家庭的风险小一些 所以呢 这么高的楼层 我们还是呢 尽量远离为好 还有呢 第四类的楼层 就是我们说到的 腰线层 以及设备层 设备层呢 在这个多层和小高层的 这种楼的类型当中呢 基本上都会放在地下一层 那基本上 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是呢 电梯高层的这个设备层 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高层的通风问题 还要考虑到高层的水压问题 那基本上呢 就会在32层的中间的某一层 去选一层作为设备层 一般呢 就会在15楼到16楼这个样子 那如果呢 你买了这个设备层 上下两层的房子 你会长期被这个噪音污染 所困扰 还有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腰线层 腰线本身就是为了 大楼的美观而建设的 可是呢 这个腰线层并不固定 有的呢 是从二楼就开始有腰线层 有的呢 是从五楼才开始有这个腰线层 腰线层呢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 那一栋楼当中呢 你看隔几层就有一个凸起 那这个呢 就属于是腰线层 腰线层呢 存在几个缺点 会影响到我们的居住舒适度 那第一点呢 就是腰线层的腰线 不光是作为装饰 还起到了一个排水的作用 假如这个天降大雨 或者雨雪的时候 这个腰线层就起到了一个排水的功能 那久而久之呢 就会存在很多这种垃圾 会散发出呢 南门的气味 由于呢 有了这个排水的作用 那么可能呢 长期积水 竟然呢 把自己的房子给渗透了 那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房子美观 做了腰线层 但是呢 牺牲了这层的窗户 正常腰线层的这个窗户 它的高度呢 要比正常的这种商品房的这种窗户高度呢 低20公分 那严重的影响采光 所以呢 腰线层我们尽量也不要呢 去碰 经常呢 我们看到收楼处会做一些促销 拿一些特价房出来卖 那这些房子呢 你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不是腰线层 到底呢 是不是采光不好 又或者说呢 位置比较偏 或者说呢 是靠道边 噪音比较大 总之先了解 再下手不迟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讲的这些楼层呢 尽量不要去碰 我们在这个买房子的时候 要多加留意 今天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